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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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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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給自己鼓勵一下 今天來了非常多位的來賓朋友 除了我們的大餅跟康康之外 我們這邊還有蔡安喬 還有這邊的辣妹 還有這邊的辣妹 可愛 美美何佳玟 歡迎… 還有兩位帥小子 阿花Romeo 對 羅米歐 太快了 我們這裡有一個辣妹 是… 其實我們在這個斷層帶上 有很多很多發生地震的可能 我們這個處於非常不安定的 這個地殼上面 所以我們防震防災 今天特別要來講一下好不好 那天我就在一個辦公室裡面 就停電嘛 我以為又是大停電 大停電 對啊 就沒什麼 突然之間震很大 然後香港都沒有地震 然後就很害怕 我的朋友就叫我快點躲 在那個胎子上面 是… 然後我的朋友就很聰明 因為他是LA回來 然後他是那邊很多地震 所以就很聰明嗎 經歷過LA大地震 對 所以他包包裡面有手電筒 隨身帶手電筒 對 結果就是靠他的電筒就跑出去 他職業是不是小偷啊 還有人隨身帶手電筒 所以你看手電筒這個很重要 這個時候突然間才覺得 你看颱風也用得到 對… 是不是這樣 停電啊 地震也用得到 停電我們也都用得到 台灣太需要手電筒 對啊 之前有聽一個專家說 現在應該是大家應該要摸黑 然後熟悉自己家裡的環境 對 因為到時候如果都停電 然後都沒有燈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自己往哪邊走 而且全家人要講好路線 就是比如說全家人到哪裡集合 怎麼走 他說這個時候應該是趁大家都還在 還在噩夢中的時候 趕快激勵自己要學起來 對…最主要要有這個 居安思維的觀念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 平常就知道有些危險是會有 平常練身體很重要耶 而且講到大廚 我想到有一個專家說 我們可以去買那個 去買釣魚的時候用的那種螢光棒 然後他說因為那很安全 如果說你沒有光的時候 沒有光的時候 地震的時候你和同遊 沒有啦 他也是一個照明 沒有光的時候 因為它很亮啊 而且它可以持續三十個小時 讓人家找得到你 對 而且很重要 那哨子也要帶在身上 對 那大廚有沒有什麼 那一天其實我們在一個飯店裡面 跟幾個朋友在飯店裡面聊天 然後結果那個地震來的時候 我們都... 因為搖得太厲害 因為我們以前言短句 只要有地震我們大家都不會這樣 對不對 可是那天真的是震到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十樓 然後那個飯店 又是會順著那個震波搖 整個跟海盜船一樣 但我那天有一個最大的醒悟就是 其實當下地震剛來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採取一種觀望的態度 我覺得說他是不是一下就過了 不會 結果我們就這樣脫過了 這樣是不對的 這個是不對 危機意識 一定要非常警覺的 你不要心存僥倖 開始在搖的時候 馬上往外跑 好不好 但是也不要上桌 繼續睡覺這樣 對… 前天我跟鍾憲哥去柯草 是… 人家服務員剛好撞到那個腳 就一堆人往外跑 撞到桌子 沒有 因為憲哥喊了一聲地震喔 這樣子 對啊 我們是你啦 不要散播搖 我們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精神 大家都緊張 其實現在很多的精神科醫師都說 大家會有地震後的憂鬱症 跟恐慌症 憂鬱症就是說看到大家都很苦 然後他自己也開心不起來 然後講話吃飯 有時候吃飯都會想到說 那邊的人有沒有東西吃 就會很憂鬱 然後恐慌就像你們 就是隨便桌子一動或什麼的話 就會很害怕 這個事則以來日可追嘛 我們在未來面對家園的重建 是最重要的 對 好不好 所以我們也再次感謝大家 提供這麼好的一個防震的方式 對 同時我們也準備了很正確的 防震的小嘗試來告訴大家 也要告訴大家 一起來看看防震小嘗試 來 地震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先把出入的門打開 以防能框變形 隨手抓個墊子保護頭部 記得躲在堅固的家具或桌子底下 或者靠建築物中量的搶站著 快起來… 地震的時候千萬不要躲在窗口旁邊 因為你有可能被震碎的玻璃割傷喔 來…往這邊 地震的時候切記千萬要保持鎮定 不要慌張地往外跑喔 地震來臨時千萬要保持鎮定 不要慌張 先任期四周的環境後再行動喔 在地震之前呢 我們應該先手機住家的環境 這樣子呢 我們才能夠觀察哪邊是 最好的避難場所 或者跟你的親友呢 約好一個集合點 在地震發生之後呢 才不會跟他們走散 就這裡好了 在地震過後呢 記住要檢查你這個建築物的情況 如果有鋼筋外露 或是像這樣龜裂的情況呢 一定要請專家來鑑定 還有建築物受損 千萬不要使用電梯 很可能會受困在裡面喔 地震的時候 如果我們可以隨時準備好 這些實用的配備的話呢 相信我們一定可以 把災害減少到最小 現在我們來看看 實用配備指的是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安全帽啦 如果在地震的時候 我們趕快戴上安全帽 並且躲到堅固的家具底下呢 這樣我們就不怕這個頭部 會受到傷害 可以稍微保護一下頭部 另外還有這個是 就是急救箱 地震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停電嘛 還有這個屋子會倒塌等等之類 很容易受傷 但如果我們有急救箱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急救 另外呢 通常伴隨著 地震而來就是停電呢 所以我們要準備好蠟燭 跟這個打火機 可是千萬記住 如果有瓦斯味的話 可千萬不要點打火機 不會引起更大的災害 還有呢也可以準備手電筒 那另外還有就是 收音機啦 收音機一定要準備這種隨身型的 不是插電型的 這樣子停電 我們也可以繼續收聽 外面的情況怎麼樣 但既然準備這兩樣東西 最重要的就是 對啦 這樣我們才可以 隨時隨地可以繼續使用 這個手電筒跟收音機 還有啦 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決 民生問題啦 民生問題 當然我們就要準備乾糧 還有 飲用的水 這些東西都很重要喔 所以隨時隨地準備好 這樣的一箱東西 我們就不怕地震來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隨時隨地 把災害減少到最小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隨時隨地準備好一隻 沖好電的大顆大 這樣子即使我們被困住 也有想辦法跟外面取得聯繫 好的 這就是我們的實用配備啦 這些地震巧嘗試 您都記住了嗎 辨識大國民提醒您 當地震發生時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鎮定 平時多一分準備 就多一分安全喔 好 馬上進入我們的國民大擂台 好 這個厲害囉 今天來到我們這個國民大擂台 有兩組人馬 這兩組人馬 他們只能用一個字來形容 漂亮 漂亮 美 一家都是美女喔 對 沒錯 這個太厲害了 這叫全家長得平均美 真的很難講 這很難講 像我們家的話 只有我爸跟我媽媽 真的嗎 我們剩下來三個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事 沒有講 我真的覺得很愧對我爸媽 因為我爸很孝順 謝謝 我媽媽以前是高中孝花 還有我們三個女兒這樣 所以呢 今天來的這兩組人馬 他們一家都是美女喔 一家 鄧 單單姓鄧就沒了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 來到新竹 你不能錯過 明文俠爾的城隍廟 當然你就不能錯過 好吃的米粉和肉圓 但是你知道嗎 在新竹還有請國請成的四姐妹喔 鄉船大姐有一雙電死人的媚眼 但是看過她的男人 很少不被她迷上的喔 同樣擁有一雙明媚雙眼的二姐 性感的雙唇 可是她的註冊商標喔 而擁有挺直鼻樑的妖妹 她最驕傲的可是她那一套 烏黑亮麗的繡法喔 俗話說有其父必有其女 當然海軍的爸爸 當年可是個美少男呢 到底是什麼樣優質的血統 讓他們長得這麼美呢 你們一次來看看 到底這四千金長得像誰呢 老大老妖像爸爸 老二像媽媽 那老三他們跟她說是似不像 請國請成的新竹四姐妹 她們今天就來到棚裡面喔 想知道她們長什麼樣子嗎 今天來到這幾位 她們是大家公認的美喔 公認的美女 前黃廟裡面賣米粉 這是米粉稀濕啊 真的嗎 要趕快來看一看 第一的給她看一下 新竹封城裡面的美女 這是帳篷裡面住的這一位 這個是大姐是不是 老大啦 鄧慧如小姐 我們看了我們老大 鄧慧如的真面部 GO 陳秀軒 秀軒 側面有一點像耶 好漂亮喔 幾歲啦 老大 麥克風在這裡 來 24 24歲 長得好漂亮 有沒有男朋友 有 有啦 對 男朋友帥不帥 還好 你們家妳最美嗎 妳覺得 都美 都美啊 好 馬上要來看一看囉 先看一看好不好 看看妹妹好不好 這是大姐 綠色帳篷 裡面這位二姐 來 請看 鄧慧如 辣妹 來… 有沒有男朋友 有啊 有啊 也有啦 那有還來幹 對啊 沒有 馬上要不是來徵婚 你們一家的漂亮女生 都沒有留活口了嗎 有 有 說不定後面還有 有喔 這個要留給吳宗憲嗎 這是老三還是老四 四 四妹是吧 對 是你們家的老妖對不對 幾歲 16 才16 才16 吳家有女初長成 這個豆蔻年華 這個應該沒有男朋友吧 我們來看看好不好 好 來… 看老三 老四 來 鄧慧君 16歲了喔 美少女 來… 來… 妳看 妳早一點出現 我幹嘛訪問前面那兩個 怎麼這樣子啊 來 往前一步… 真的美耶 妳家總共幾個小孩 老師介紹一下 四個 四朵花 她才…她怎麼越來 個子好像有越來越往上 我們上面都有照順序 結果她很好 上面那個妳最高是吧 高 Dore Dore Mi Re Do So 突然 對… 妖妹長得比較高一點 不過真的是很美耶 而且其實他們各有特色不同 你看她風格就很明顯 對… 她的耳洞 就完全是辣妹路線嘛 六個洞 對不對 然後穿細肩帶 就是不一樣會跳出來 不錯… 現在念幾年級 高一 高一是吧 高一 在學校很多人追妳對不對 也不會啊 也不會啊 不過我們想問一下 這個小女生 今年才16歲嘛 如果未來妳要選男朋友的時候 妳會選像宗憲這種典型嗎 會不會 我要康康 妳也有康康 康康 妳三個 好緊張 我跟康康是妳啦 三個在搶耶 有沒有看到三個在搶一個康康 康康你來了… 我知道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要生的孩子 他們剛剛在門口 在門口叫我我還不敢過去 還沒有 而且大姐講到康康現在 康康現在不得很興奮耶 現在的年輕人真不懂事妳 怎麼會喜歡我 康康是因為受太多傷害 康康啊 我們好喜歡妳啊 怎麼辦 然後靠近的時候 我們騙妳的 所以這一次我都不敢承認 來…要問一下 他們是真的… 是不是製作單位安排的 沒有…大姐妳講一下嘛 妳剛剛提到康康好興奮 為什麼 妳欣賞她哪一點 我覺得她每次都是 犧牲自己開自己玩笑 可是有時候她開別人玩笑 也很惡毒 對 妳到底是喜不喜歡她 我們都搞不清楚 二姐也滿喜歡她的是不是 聽說長得跟你男朋友 還有一點像 不會吧 如果跟她一樣就比較普通帥了 派姐… 派姐的風格就是犀利 如果跟她一樣 就叫另類帥了對不對 妳也喜歡康康啊 為什麼 是我比較喜歡妳 派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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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對不對 就在今晚 這不是這樣倒白吧 高一是嗎 不會啦… 妳沒有交過男朋友 對啦 交不到 交不到 長那麼漂亮怎麼可能交不到 年紀還小對不對 對 先把這個書念好 將來考上長跟護專 我們再交往 這樣可以嗎 不能跟陳孝孫 陳孝孫沒有 那是別人的老婆 管她去死 以後開始放很快 她拿來做節目打我們 不過其實家裡面的女孩子 太多會有很多麻煩 像以前我們家三姐妹的話 常常為了穿內褲的問題 就會吵起來 怎麼會這樣呢 會啊 幹嘛偷穿我內褲哪有偷穿 哪裡沒有 真的… 然後為這個問題就會… 會啊 真的真的會 常常最受爭議的問題是什麼 常常會吵起來的問題 衣服吧 衣服 對 搶衣服穿啊 搶衣服穿 會嗎… 連衣服都公穿嗎 不會 就是各自買 可是某人會趁某人不在的時候 偷穿 然後問題是尺寸不一樣 就像我… 硬撞就對了 對 就完了 硬撞就完了 就完就沒有… 就不能被得穿了 所以會不會吵架 你們會不會平常吵的你就… 小時候會長大比較少 會不會打架 會不會打架 小時候打過 小時候大姐跟二姐打架 曾經把二姐的衣服 整件撕破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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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當機的示範一下 簡直是古墨女大車廳 對不對 很恐怖 所以他們在街坊鄰居的眼中 他們是既孝順 然後又長得漂亮的世界 你們都會在家裡 都有做生意嘛 對不對 有沒有人在家裡幫忙 會 會是嗎 今天聽說還帶來非常好吃的 新竹招牌是不是 太好了 你看 這個新竹的米粉是最好吃的 米粉是因為它需要有一道 製作過程 要有風去吹它 吹乾之後才會QQ的 很好吃 這一看就是很正點 等一下 我們幾位評審老師 大家可以一起來吃一下好不好 很熱的耶 好好吃喔 真是 好厲害 他們為了要這樣 一路保暖 特別擺在汽車的引擎裡面 所以然後到現在還是就 繼續加溫當中 對…上面有一點雞油 把它掰開就好 好 我們馬上來看第二家 也是全家都是美女兒 旁邊休息一下 歡迎他們 來 相傳無洲有三美 小妹擁有玲瓏的曲線 和窈窕的身段 而大姐擁有一雙彼死人的雙眼 而二姐的笑容 更讓看過她的人深深迷戀 想要擁有美麗 優良的血統一串 是絕對不可少的 媽媽不僅美 而且還是當時的才藝美少女喔 其實爸爸最疼的是三個女兒 你知道嗎 以前最疼我 後來有三個女兒之後 就疼了女兒就不疼我了 除了先天的條件 美麗還需要後天的努力喔 從事美容造型的媽媽 讓三個女兒更發揮了美麗的本質 媽媽的專業更讓女兒的美 獲得了世界的肯定 我三個女兒呢 我最大的成就是老大呢 她長得比較古典美 但是她的眼睛特別大 老二就變成咪咪眼了 她的笑容跟她的親切感是 我覺得我女兒有遺傳到我 至於老三她的身材來講很高挑 也很修長 這麼可愛的一對父母 她們的三位千金 一定相當的美麗動人喔 想要知道她們的廬山針面木馬廣告之後 她們即將現身攝影棚 她們到底美成什麼樣子呢 她們家不只大姐美 還有古典美女… 整體造型喔 恐怖的是連二姐也很美 但是還有讓妳更驚豔的 媽 放到之後請繼續收看 精采的電視大所謂 看完電視大所謂 我們才看到一樣是一家人 來的三位喔 對… 三位都是超美的 對不起喔 你是不是有個徒弟 你長得怪怪 對啊 這樣就這樣的話 進來就好了 你像話嗎 你 都在那裡吃米粉呢 你像話嗎 你 真的好吃 不是啦 你也不能整台拿來幹光啊 你知不知道 她們說不要吃了啊 這樣像話嗎 我決定要說她們三姐妹全中吃 你這樣不投給她們 你就完蛋了對不對 還吃那些米粉 我吃她米粉投要給她們 對啊 你投給她們 不是投給她們 好 我們現在馬上看另外一家了 好 馬上來看看 王家 對 王家 一家都很美 這個媽媽還是整體造型師 所以今天出現 完全有做過造型喔 對 第一位是我們的 來 大姐葉心如 歡迎我們的大姐 GO 還有五點美女… 整體造型喔 接下來是這個妹妹 再來是我們這個老二啦 我葉心如 葉心露 好 往前一步… 再來旁邊這位是什麼 這一位啊 這位就厲害了 我們看一看 這個平均年齡在這個籠子裡面 大概只有20歲 真的喔 對… 被拉回來就對了 對 好 來 一起來看看 1 2 3 好可愛喔 來 掌聲鼓勵 往前一步 這個是王兆玲小姐就對了 好 介紹一下 本身還是整體造型師啊 是的 旁邊這是妳的女兒就對了 大女兒 大女兒 那個老二哪沒有來 老二 喔 中間這一位 對 中間這是我女兒 她沒有來 她的女兒代表過來 對一家都長得很漂亮耶 而且是女兒來代班就對了 骷顱頭是我 骷顱頭是妳是吧 常常參加造型比賽啦 對不對 而且今天也是媽媽 妳親手幫他們打點的 是的 剛剛她站在裡面的時候 毛還要凹一下 對 有沒有 照起來才能把它放到 不舒服 其實媽媽幫他們做的造型嘛 妳本身做整體造型 是的 妳忘記了嗎 妳以前的造型呢 以前在秀場反串秀的時候 沒有 那時候身價跟現在不一樣 真的嗎 真的 照片的帶來咧 真的嗎 我看看 真的嗎 我看看 真的嗎 我看一下 快點 真的嗎 在包包裡面 在包包裡面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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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麼重嗎 小心被刺的頭很大 妳忘了 媽媽 先借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媽媽 你會動嗎 媽媽 不錯 笑她…快點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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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子 人都有過去嘛對不對 對 不要… 這兩張照片我以三十萬買回來 我跟你講喔 這不能說人家造型做不好 人家造型做得很好 是那個人長相的問題 是那個人長相的問題 真的… 好了 我以前就很親切 妳有沒有看到 對 親切啦 人就是這樣 對… 我覺得紅也親切 不紅也親切 對 親切… 像我們家滿紅 有一天也會不紅啊 還是親切會啦 不是 那時候就臭臉了 是 妹妹把爸爸巴巴的照片拿了 你是真帥的嗎 小孩子不懂事還是拿 不過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 家裡面的美女對不對 大姐是葉心如 目前是當勤老師 一看就非常非常的有氣質 今天做了這樣子很古典的打扮 是… 還拿了一個孔雀羽毛扇 接下來這一位是 地質毛的這位是 三姐 妹妹 妹妹 對 小妹 小妹 小妹今年幾歲 16歲 那麼高 不過其實她好像 很多很多這樣的經驗對不對 去跟你一起去比賽 她好像還會走秀走台步對不對 來… 我們現在馬上讓美女來走秀一下 走秀一下 還有小媽 馬上讓美女的 開我 GO 為大家介紹今年的夏天的夏裝 這是一些黑色的衣服 非常不適合在夏天裡面穿 而且頭上的雞毛感覺 有另外一種風味 好像有原始的感覺 而且她笑容非常可靜 今年只有16歲對不對 對啊 都不會怕耶 OK 姐姐要不要掌聲鼓勵 Now Everybody 旗袍大獅子 好細喔 她的腰 真的是扭腰耶 穿這個旗袍 身材一定要濃鮮合肚 好 謝謝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不錯 那老二沒有表演耶 老二喔 有 她媽媽有交代她要表演 要表演什麼 妹妹也有來 妹妹來表演一下 不然她等一下會生氣喔 更年輕很好 加油 來 妳要表演什麼 妳要唱什麼歌 妳要唱什麼歌 開始唱囉 ABC喔 好 那妳來唱一下 ABC 預備 起 A ABC D D MG H J K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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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W N 我們今天要比美的這兩家 對不對 我們看到所有的女將都出動了 這一家有做造型的 當然前面的這一家 這三位 我們也來再度來到台前 但是我們要介紹一下她爸爸 爸爸聽說長得像 長得像林子祥啊 林子祥啊 加上唐日榮啊 有錢有師有帥氣 一位是前人一位是金人啊 那幫這個爸爸舉手 跟我們大家在揮個手 厲害 真的有點嚇壞 下一次有新馬口 再穿那個空巾來就是 黃先生 好 今天呢 我們看到美女大對決 其實啊 我們在這個評審之前啊 跟大家解釋一下 事實上這個美醜啊 沒有一個標準的 對 對不對 今天也未必就是說 哪一隊選上哪一隊就不美啊 另外一隊不美 事實上 因為幾個評審他們都是怪人啊 對 馬上決定 立刻決定 到底是哪一隊 可以看你去哪一隊 兩家的美女都各具特色 評審認為可要傷痛腦筋了 到底誰家的女孩子最美呢 最能獲得評審最後的青睞呢 你的年紀超過60歲 體力卻比年輕人還好嗎 你擁有滿頭的白髮 卻散發出迷人的成熟韻味嗎 今天的不老軍團單元 將帶給你一場前所未見的 超世紀大對決 對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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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真的可以喔 真的可以 翻手可以喔 超便宜的 來 哪一位是這個評審團團長 我們的十妹 團團團長 十妹 就你啦 好 其實 大家不要再推來推去 對啊 大家都是男生 然後只有我一個女生 比較好講話 對 因為呢 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 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今天是比家庭比美 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我覺得 他們都很美 只是一個可能比較純樸 比較乾淨 表現出他們的自然的一面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比較有造型 那其實都很好 剛剛 還在課米粉 還在課米粉 對 剛剛可能是受了他們 比較弱 所以他們覺得第一組 比較漂亮 對不對 所以我們決定出來啊 我愛那個最小的被子 對不對 剛剛不要再給我搶好不好 對 所以你決定出來 就是第一組的家庭 好 恭喜新竹的鄧家獲勝 可以打一萬元的獎金 好 那當然王老師這邊啦 你們也不要覺得 有什麼樣的那個啊 因為這幾個評審老師 就像評審有康康 你還會覺得有工作的 對…因為沒有一個定義的 所以說 有時候很多人說 王老師你造型做了一二十年 你覺得什麼才是最美 說真的 只要你覺得個人的定位不一樣 所以我們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在國際性在比賽 得到冠軍的未必就是最漂亮的 沒錯 花一個掌聲再給他鼓一下 好 不管怎麼樣 謝謝兩家的美女 一起來到電視當中 好 再次入清掌聲 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 甚至會有老年痴態症的現象發生喔 歲月雖然老 每個人都害怕變老變醜 但是有些人 卻能夠抵抗歲月的摧殘 越活越年輕 越老越健康 70歲才是一歲月亮啦 今天我們將為您揭開 人類史上的傳奇 我們稱它 好… 厲害了 今天我們要看到 有這麼多的嘉賓朋友 大家好好給他加油了 今天要和不老金團對抗 今天我們要和三位最北大賓 分別是陳志誠 孫淑妹和洪奇德 精采的對抗馬上開始囉 各位好好加油啦 馬上第一位要比的是比高音 歡迎田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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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前輩 現年70歲的田鶴玲 翁翁世紀是曾經擔任 和尚團的台駐喔 森哥 你好 你好 來… 偶有到中央位置來一下 70歲了 70歲了 70歲看不出來 19年次的 天啊 19年次的 好厲害 看到妳讓我們覺得都很開心 怎麼精神那麼好了 真是 別這麼說 後面是妳這個 兩年前的照片嘛 天啊 是個小美人啊 沒有 那是妳 妳是哪人啊 我覺得妳是上海人啊 是東北人 東北人 那肯定是青島一帶了 不是 日本時代說遼北省 現在是基林省 基林省 遼北以前是東北九省 妳現在變成東北三省 是不是 孩子 妳好… 妳們叫老老闆田姐姐好了 田姐姐 以前是合唱團的議員 合唱團都唱哪些歌啊 藝術歌詞也唱過 田姐 大家要不要現場唱一首歌好不好 唱我的歌 孩子節奏怎麼樣 可以…我們試試看 妳隨便唱什麼 我小時候日本時代 我也愛看電影 也愛唱歌 他說我記得了 愛唱那個烤紅 烤紅 烤紅 這首不聽就真的怪怪了 烤紅可不可以 可以… 妳就當作演唱會嘛好不好 來 我們等一下就找這首烤紅 我們找一個人家來跟妳比 好不好其中一小曲 對 我們要找一個最高音的部分 現在我們要比高音好不好 您先唱 夜深深就很高 好 就這一句 夜深深 聽了真羞 和小姐先嘆息 來 我們現在正式來比賽 第一句就好了 第一句 就那個拉高… 我兩輩了夫人 走嬉笑 問候 我兩輩了夫人到西鄉問候 來 乾 我兩輩了夫人到西鄉問候 我兩輩了夫人到西鄉問候 來 再聲半音 來 聽…這樣 來 背著 預備 我兩輩了夫人到西鄉問候 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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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備 好…來… 褲子穿好 好不好 預備 起 我兩輩了夫人到西鄉問候 可以喔 咱們再來半個音好不好 我兩輩了夫人到西鄉問候 來 面帶笑容才厲害 來…面帶笑容好不好 預備 起 我兩輩了夫人到西鄉問候 我來跟陶子比啦 好嘞… 好不好 直接跳兩個Key了 這樣比到什麼時候 真的嗎 真的 可是你要用女生喔 用女生的Key我來幫姥姥爭一口氣 幫姥姥 我兩 好 我兩 我兩到西鄉問候 西鄉 好 預備 起 西鄉丁 預備 起 我兩 預備 我兩 我兩被了夫人到西鄉 上彈 你不要亂耶 太恐怖了對不對 是 田姥姥真是把我們嚇壞了 我們最後一個Key了好不好 這是決定勝負了 大家都來一遍 高一個全贏… 預備 我兩… 我兩被了夫人到西鄉問候 好 恭喜田姥姥獲勝好不好 要不然這唱不完 因為她現在已經繞一圈了 已經回到D8度了 對… 愛婦人 愛婦人 本來很好的一首歌 沒有 因為那邊要用力 西鄉用力會 西鄂 西鄂 我們的這個田姥姥 是兼具藝術跟高音之美對不對 她的這個 後面的這個抖音 真的是很厲害 我跟妳講 剛剛其實唱這個歌 主要是因為它有一些歷史背景 在她身上 對 我唱這個歌非常有感情 回到當時啊 這個是四平會戰有沒有 那你幹什麼 她還在游泳 還沒出生 是 但是我的精神與你們同在 好不好 再次給田姥姥掌聲 田姥姥我勝 好 來 請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那接著下來 我們第二位了 對 我們這位呢 是要來跟我們比賽一下 比吉柳丁喔 比吉柳丁有什麼好比的呢 沒有任何器具的幫忙 單手徒手吉柳丁 我 曾經是游泳好手的陳冬月 現年六十三歲 她的體力和腕力可是一級棒的喔 陳先生 以前是 誰跟幾粒 很遠的 這幾歲的時候 二十七歲 三十歲 今年也不過又過了四十年而已 對啊 我的 平常有在運動嗎 有 有是不是 喜歡唱卡拉OK對不對 卡拉OK是很少 很少 很少 五六四 你已經說了 那是九十 對 你又做什麼運動啊 陳先生 當然 平常是游泳 我們是江國書記游泳會的會員 書記游泳 春夏秋冬他們都在游 對… 大家特別注意到 吉柳丁一般來講 感覺滿普通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沒有切開的 今天是不切啊 不切開直接擠 所以他要先把它擠破 好可憐啊 大可能啊 人家就有可能 老先生63歲 人家可能 我們就沒有不可能 對啊 小帥哥 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都擠輸人家還得了 那應該我們等一下來比我兩杯 你比高一是吧 沒有 不過我們在這邊 要激勵兩位 除了獎品 引誘大家 努力向上之外 還要告訴你 如果擠輸的話 要把自己擠出來的東西喝掉 好恐怖喔 天啊 太厲害了 好 兩隊請準備了 1 2 3 開始 加油 真的可以喔 真的可以 單手可以喔 超強的 紅旗得不錯喔 好了啦 夠了啦 夠 紅旗得不錯喔 單手真的可以把柳丁這樣擠 被他吃喔 加油… 加油… 最後10秒了 還有10秒鐘 10秒 注意啦 我們有一個兩杯 好 三 二 一 時間到 不能站起來 好 不能站起來喔 好 時間到了 好 我們來量 先量中線那邊是不是 1 6… 差不多 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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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不是 還不到200 差一點點 好 還有200嗎 有… 而且我剛才掉了一滴出去啦 所以應該再補老先生一點 這樣子 補一點再補 這樣你認輸了吧 300多好不好 今天講這樣我就要先喝一杯 要喝掉喔 來… 掌聲鼓勵一下 你看 所以這個阿德我妹喜歡他 只有這個原因 人家這個輸了就服輸對不對 不會很龜毛 像忠貞 那這一杯就讓我來喝 好 這一杯就康康了 拍拍手了 康康喝下去 喝下去多單哥一分鐘 但是要連柳丁都吞進去 OK… 真的耶 掌聲鼓勵一下 裡面還擺一顆他就真的這樣喝起來 對… 我看這個柳丁也只有陳志誠 可以把它吞下去 這邊啦 大餅不在 對不起 掌聲鼓勵一下 好 所以第二階段是我們的 不老軍團獲勝 還是不老軍團贏耶 好 厲害 好 注意到 我們接著下來要比的更厲害 比平衡 好 人家說老千老太的平衡感不好 我跟你講 看看誰的平衡感不好 來 咱們比平衡 看看我們郭靈貴女士 七十高揚的郭靈貴 現年七十五歲 陳映丹的韻力舞蹈老師的他 平衡感可不輸給年輕人喔 一年七十五歲 看不出來 你好… 七十五歲 講國語還講明蘭語 都可以 都可以 妳幾個孫子 十八個 十八個 幾個小孩妳的兒子女兒 自己 好心 你算九個喔 九個 九個不是這樣說 九個 對 九個已經是再差一個 妳自己下去五上五下了你知道 打籃球啦 對… 平常做什麼運動 會有啦 平衡的這樣 老爺做個宜家 宜家喔 宜家 宜家骨頭很軟耶 對啊 今天沒有做 現在是六七年沒有做啦 六七年沒錯 朋友多嗎 朋友多不多 很多 朋友很多 看妳好修身 真好逃頂 我都在我們社會級指導 老人中心做義工 做義工喔 我如果沒有問你這個 你自己說出來 好… 為善家要藍人之 藍人之 妳那個郁佳要不要現場 來表演一下好不好 要不要播口表演一下 來 背對鏡 聽說可以想出很多不同的招式出來 你背對我們 這樣 要睡啊 就對了 拍拍手啦 瑜伽… 厲害耶 你看喔 他手還要貼平在地板上面 好厲害喔 整個人倒過來 這個對他的這個腰部啊 還有背部啊 有很大的注意 有沒有看到 陳志誠 來 看出… 下來 倒立 倒立… 厲害… 你看婆婆一點都不 不費吹灰之力啊 掌聲鼓勵一下我們的郭靈貴女士 厲害… 厲害… 來… 第三回合平衡比賽 由台語小天后孫淑妹 挑戰75歲阿嬤郭靈貴 兩邊 兩位壯丁稍微保護一下 有請婆婆這邊 安全第一 這邊… Are you ready Yes S S or S S or S 預備 開始 GO 好 這裡啦 我還會打開耶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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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要對看 有沒有兩個 要用屁股… 要突然抽起來 孫淑妹的衣服已經撩開來了 好 康康 你在幹嘛 你在後面幹嘛 連75歲的老婆婆你都不放過 那你怎麼可以把繩子放掉呢對不對 好啦 那我們換一個人好了 那個康康對婆婆 來 康康 來 康康請上 其實孫淑妹剛剛跟我說她沒玩過這個 所以她不知道這個要幹嘛 所以她就在那裡 真的嗎 這麼豬頭啊 蛤 婆婆說她也 婆婆說她也沒有 對啊 正常 她也沒有玩個 所以兩個就一直在那邊這樣 好 準備啦 摩擦腰部 預備 要小心喔 康康小心喔 康康你如果連婆婆都輸掉 那我們就沒話講 好 好 預備 手拉大一點 好 預備 開始 這個要自取啊 她用力的時候你要放手 可是也不用挺肚子喔 妳好醜喔 75公斤的康康 挑戰75歲的阿嬤 這場四季大對決 你絕對不能錯過喔 接下來還有更精采的 國民研究所 今天要討論的話題是 高學歷女子寫真熱潮 這個要自取啊 她用力的時候你要放手 可是也不用挺肚子喔 剛剛… 剛剛好醜喔 剛剛你的臉 好像在跳G5喔 歡迎介紹我們台灣的 高齡選手對上亞利安星球的 一個 高齡選手對上亞利安星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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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高齡選手對上亞利安星球的 大力是怪獸 靠 好臉沒有很會玩喔 恭喜婆婆獲勝 這個蠻力是沒有用的 對…有時候還是要靠一點頭腦 其實我剛剛輸是因為那個椅子到了 是什麼樣子 婆婆平常算是有運動 所以她身體非常的健康 跟年輕人比起來 她一點都不輸的 很厲害… 所以來 我們歡迎另外兩位 我們今天的不老軍團 非常的厲害 恭喜他們獲勝 恭喜 來 對著鏡頭做一個YA的動作 預備 請 歡迎 恭喜… 今天的不老軍團大獲全勝 馬上進到我們的國民研究所 這個厲害 又新單元了 所以你看人家這個超不勝超 防是不勝防 其實在社會上造成討論現象的 我們都要來好好研究一下 比如說最近有很多的 新聞媒體事件 比如說什麼這個偷拍事件 你不可以說這麼多啦 我們有一個廣東的朋友來 廣東人是吧 有好朋友啦 歡迎我馮德倫先生 謝謝 來 大家說大家好 請 大家好 我們這個桃子最喜歡你了 怎麼會這樣 是嗎 很欣賞它 好愛你 愛得要死 一聽說您要來了 整個桃子都變色了 不得了 不得了 講一講 對心儀的人講得來 對 我覺得他很帥很可愛 而且他又會演戲 是 又很會唱歌又會做音樂 在台灣住飯店嗎 對啊 幾號房 我已經告訴他了 你已經告訴他了 恭喜哲棋不如撞日了 撞什麼撞啊 是不是 希望有情人忠誠眷屬 謝謝 好 我們在這邊介紹 沒有啦 這三位是這個南方代表 南方代表 對… 這位是帥哥代表 但今天我們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 對… 研究什麼東西呢 研究什麼 國民研究所 因為今天有一個事件是在這個 社會上引起大家普遍的注意的 就是我們很多人 大學生他拍了寫真集 好像在大家的觀念裡面 覺得這兩個身分是衝突的 會有這樣的感覺 像桃子本身也是這個大學生 對 你有沒有這一方面的困擾 其實... 看什麼月 其實... 你知道我們... 你本身的意願怎麼樣 還好啦 但是我覺得沒有讓我很滿意的條件 對 其實他一直沒有出 最大的原因是來自於出版商 沒有 假的 沒有 我們那時候讀大學的時候 沒有這樣的風氣 真的啦 對… 不過也不會找到我啦 對啊 難道他也這樣試驗了嗎 好 先把他一拖 你... 小男生來這裡做什麼 他有那麼帥吧 有啦 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討論一下 馬上來看看這些社會事件 很厲害的喔 請看 來 國民研究所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主題是 高學歷女子寫真熱潮 寫真風潮不斷興起 派寫真再也不是明星的權利 在這一波寫真熱潮當中 幾位高學歷女子 也加入寫真的行列 這背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幾位引起話題的 高學歷寫真女郎 秘密大公開 第一位 葉晨儀就讀於台大財經系 頂著第一學府的頭銜 她說 拍攝全裸寫真 只是想為自己的身材留個紀念 第二位 就讀於師大的隱星 現年二十一歲的她 長相清純甜美 但是個性卻是特立獨行而好強的喔 第三位 就讀於華岡藝校戲劇課的李喜 擁有34D傲人身材的李喜 曾當選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 讓我們來看看大家怎麼說 對 社會風氣覺得不是有很好 不是很正面的影響啊 對我不是很展現 不太好的一個導向 來希望她們能助手一點 我覺得學生在念書的時候 就是要單純清純一點 那等出社會以後再來打算 我覺得不錯啊 因為照顧我們年輕人啊 因為年輕人大部分 喜歡拍一些寫真集啊 妳覺得這樣整個不好 如果以後老公看到怎麼辦 對不對 妳可以自己去拍 然後自己看就好了 不一定是說一定要拿出來 買我的飲料 我長得也不錯啊 我身材也滿好的啊 為什麼 不能照顧 根據統計 指導的民眾高達80% 而購買的群眾更多為學生族群喔 這次證明大學生拍寫真集 有越演越烈的趨勢 構成我們研究的目標 我們研究所正式出擊囉 歡迎我們的離席葉倩儀 GO 寫真女郎出場都好優雅喔 兩位 有… 兩位美女坐在這邊 其實我想這個拍寫真很多 我們每次反問說 你為什麼要拍寫真 她就會說 因為身材很好 我想留一個紀念 那拍寫真也有為個人興趣 他們兩位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 葉倩儀小姐 我只是想為我的身材做個紀念而已 年輕不要留白 對 跟金錢什麼都沒有關係 而且妳是NTU了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我現在已經在做英文老師了 所以不會對我的職業產生混淆 所以妳可以說英文嗎 對 我可以 其實我們剛剛在這個聊天的過程當中 對不對 我想是大家會對大學生拍寫真 這個身分覺得說 主要是身分的問題 對… 好像覺得說其實他們會想的比較多 考慮的比較多一點 面對家人的衝擊 各方面會不會壓力很大這樣 我想我滿幸運的吧 我接觸人很單純 就是首先就是我的家人 他們就是很支持我 我的朋友方面的話 他們就是不是很鼓勵 可是他們還是覺得可以接受 我也想問葉晴 妳的學生現在大概是幾歲左右 從國小到高中都有 天啊 妳也講一講 妳是因為本身是在花崗 算是也大專身 有沒有遭受到什麼樣的壓力有沒有 沒有 我想我比較幸運一點 是因為我畢業了 我想除了這兩位還有一位隱心 現在也是這個師大心理系的 這個學生 先來看一看 我們對她一個訪談 她的一個說法 我們再一起來閒聊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嗎 會不會壓力 不會 不會啊 可以啊 好… 馬上錄完 我們一起吃飯 找事什麼態度 好 一起來看看隱心 來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師大寫真女郎隱心的專訪喔 我是為參加校園美女 招過來這個節目 然後被寫真公司看中 剛好碰到這件事情 然後左思右想以後 才決定要排名 一切順其自然的 如果說有適合我的東西 出現在我面前的話 我想我還是會考慮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給我最多壓力的是我的家人 因為這件事情 對我們家庭來說是一件大事 差一點就要發生家庭革命 那不過很高興的是 後來他們都很支持我 那至於男友的話呢 因為沒有男友 所以就不會有這種壓力 不可能 我不可能拍三一片 而且我也不敢 最近變了 我比較喜歡腮力男 我最希望的是 我能夠很平安很順利的 念完我的學業 然後希望我的爸爸媽媽 都敬天堂堂的 家裡狗狗也平平安安的 就這樣就可以了 台大的葉仙怡 瓜綱一覺的離席 而失大的隱心 同樣頂著高學歷風衡的他們 所引起的這一波寫真熱潮 你想知道他們 為什麼要拍寫真集嗎 播放之後我們馬上回來 爆笑版的梁山伯 與朱英台正式登場了 王大哥… 王大哥 現在是在幫你女兒化妝 還是吳忠祥 你怎麼會問我 我父伯母 我 我有口疾哦 你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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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我們隱心的說法之後 其實每一個人 他的一個角度不一樣 但是剛剛他最後 來一個千禧年的心願 也是我這一整年當中 聽過最爛的一個心願 我們家人家很純真 希望家裡的狗狗能夠健康快樂 對啊 就是很純真嘛 我覺得其實他們每一個人 動機都滿單純的 所以本事上他們很多人都誤以為 他們會不會很複雜 在我們東方人的一個角度 拍寫真集好像這個對性方面 是比較開放的或幹嘛 其實是錯 那邊有骯髒代表要提出反面 來 請我們 是無聊喔 無聊代表 對嘛 怎麼這樣叫人呢 來 張大哥你先講 其實基本上 我並不反對人靠他的自主權 去決定他到底要不要拍寫真集 因為這本來就是你可以選擇 你到底要不要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個人比較憂心的是說 如果女大學生開始拍寫真集 會不會使大家覺得這個學歷 和這個職業畫上等號 那感覺好像是接下來就是 電子花車招生 然後就是 那種感覺有點像 你煩惱的是這個問題是嗎 對 真的過濾了 職業跟學歷被畫上等號這件事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認為大學 大學這個時期 還是一個摸索的時期 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在這裡蛻變 要成為一個自主的人 就是我們已經從一個小孩子 變成一個大人 但是在這個求學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我們還是不適合 把自己放在一個那樣子 因為我覺得拍寫真是一個 一個沒有辦法挽回的境地 比如像蘇琪有沒有 他現在很後悔以前拍的東西 對… 但是這個問題 我在這裡給妳做一個解答 這是誕生機 還是機身蛋的問題 如果說他之前沒有拍這些寫真集 他也不可能有這些電影可以拍啊 這的確是沒有沒有錯 但是有多少個書籍呢 我想喔 我想這個東西 我有話要說 第一個是我已經畢業了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 您所 就是所秉持的態度是說 寫真它本身是一個錯誤 因為它是一個錯誤 所以才將來需要 對這個事情負責 我沒有說它錯誤 我說它不可挽回 就是說妳拍了 妳就沒有辦法消滅它 可是我不需要挽回它 因為我覺得 既然不是錯了幹嘛要挽回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美 很藝術的東西 可是妳覺得很美 很少人會用藝術的眼光去看它 來…李喜 趕快跟大家說一下內心的感受 我覺得好像大家認為說 出寫真集 好像認為就是一種罪 那事實上我覺得說 老天爺給予 賦予給我這麼好的身材 我媽媽給我這麼好的身材 我覺得 我就應該要把它呈現出來這樣 所以我不認為說 拍寫真會帶給我什麼壓力 或是什麼罪 好像我們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然後別人都用很奇怪的眼光 來看我 真是大光無視 事實上我覺得 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就是像你的手跟腳的裸露一樣 但是問題是我們認為 今天我們覺得有衝突的地方是 拍寫真這個動作 以及女大學生這個身分 就是說我們覺得 當妳有背負這個身分的時候 妳似乎不應該去做一個 這樣的動作 因為當時的妳 妳還背負了太多人的那個 他們對妳來講還有責任 其實我覺得我拍寫真是 純粹是個人的舉動 跟我的學校沒有關係 跟我的戲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我明明就是台大畢業的 我也不需要去諱言它 對 那之後媒體把學歷跟拍寫真 連在一起 那不是我所能預期的 也不是我所能控制的 也許我會覺得我不太負責任 但是呢 我是覺得說大學生也是人 大學生一樣要上廁所要吃飯 那這個東西就是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大學生就要有 用不同的標準去要求他 對 就像我 其實我當時在讀書的時候 我記得我的教授 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話 是 他說你們班上 因為我們是政大新聞 那時候算是傳播學系的 傳播學院裡面 第一名的科系 你們班上 誰敢去跑影劇新聞 我就不承認我教過你們 結果呢 結果我來報娛樂新聞 教授都快瘋掉了 對 這個事情 我想在這裡 已經得到一個非常好的證明 兩位選擇了自己 想要選擇的這個事情 這就對了 而且不僅是外表對不對 我想他們有很多的內在可以表演 選擇你所愛的 愛你所選擇的 你就可以這條路 好好把它砍下去 一台走下去 好不好 那兩位今天都還是有才藝的 對 不是說只拍了寫真集 沒有什麼才藝 李喜有什麼才藝嗎 他要做那個瑜伽 瑜伽 正點 那妳要表演的是 我要說一個英文的繞口令 很普通 你怎麼這樣 幹嘛這麼明顯啊 瑜伽有肢體語言法 他一邊講英文繞口令 他就一邊開始做瑜伽 這麼厲害 結果他講完他也鼓掌 我那個就二輸 我們倩宜小姐先來表演 你說英文繞口令 英文要學會講語很不容易 你們等一下講幾句有英文 看翻譯標不標準 好不好 Lady and gentlemen Lady and gentlemen 少了S 還有 Lady and gentlemen 真的少了S啊 你是太緊張了是不是 太緊張了 因為他是老師啦 你不要緊張 今天當作自己家裡面 好不好 我們前面那一段剪掉 對啊 尤其在Jacky前面不用緊張 讓你再講一次 剪掉那一段不是要丟掉啊 留到過年了 我們來當作偷 精采 精采的婚姻 不要再給他壓 好 妳不要緊 Lady and gentlemen 怎麼突然間咬到舌頭了是不是 因為我要說繞口令所以很緊張 Lady and gentlemen Lady and gentlemen It's very nice to see you 很開心看到妳 And see what And see what See you See you… 試試看好不好 英文繞口令 預備 開始 Betty bought some butter But she said this butter is bitter If I put it in my butter It will make my butter bitter But a bit of butter butter Would make my butter better So she bought a bit of butter Better than her bitter butter And she put it in her butter And it'll make her better better So it was better Betty bought a bit of better butter 問題是 馬上請看他來翻譯一下 問題是他講錯誰知道啊 這個不可以搞不可以 不可以搞不可以 都搞好才會有一點什麼 Good morning 後面好像get out good morning 後面打他推化 剛剛你也糟糕耶 你完全都一個巴音都沒辦法 人家是有內容有意義的 對啊 不過可以證明 老外也有口氣的 Better… 我們把大概的意思解釋一下 應該是 OK Betty Bauter是一個人名 Betty Bauter買了一點奶油 但是她說這個奶油是苦的 Better 如果我把它放在我的麵糊裡面 那會讓我的麵糊變苦 所以她就買了一些不苦的奶 比她的奶油更好的奶油 然後放進去她的麵糊裡面 然後她的麵糊就變得比較好了 我覺得國語的更繞口 為什麼會這樣 有時候我們會鬧了一些笑話 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另外一個 你也會鬧 我有一個 來… 你給我看看 我們是要逗一下他才願意表演 預備 我厲害 How much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huck o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 o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as much wood as a woodchuck o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 還好耶 好美 天啊 那個東西 那個刀是不是 切片嘛 對啊 這個就是 鋸子 就是問這個 woodchuck 可以斬多少 片 片的 這個意思 國語也是可以 我跟你講你不要跟別人講 你跟別人講 不要跟別人講 我跟你講不要跟別人講 可以… 可以… 你講你不要跟別人講 你講我講 我講你講 對 我是講不要跟別人講 對 我是講不要跟別人講 好…不錯… 你看這個相當不錯 對啊 看你剛剛這個表演 這是一個才藝 人家還是英文學生 發音很標準對不對 所以很厲害 掌聲再給他鼓勵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表演的是 我們的瑜伽 好 歡迎離席 好 來 歡迎離席 來 歡迎離席 現在我們離席已經準備好了 這是我們看過 瑜伽表演裡面 墊子最大的一次 來 請準備了 預備 音樂 離席的瑜伽 除了真正致病的功效之外 還強調當中的美感 這一個招數在印度的瑜伽樹裡面 叫做 叫做瑜伽 瑜伽 現在換個動作 好 請換… 我們又沒有阻止妳 妳怎麼突然停下來 我們要嚇一跳 請換動作 各位請觀眾朋友 這個在印度的瑜伽裡面 叫做 換動作 好 印度人還實在是真嚴肅 連換動作都有招數 好 在離席做的同時 我們也請這個我們的無聊代表 大餅出場 跟著一起做同樣的動作 大餅的肢體很厲害了 對 這樣才能證明 這動作真的是很難對不對 會不會今天播出以後 就有人叫我去拍寫真啦 來 嘴部寫真 大餅 先來一個最簡單的劈腿好了 好 我要先來個魚 魚式 來 要不要再 還有 剛剛剛剛加入 要不要給他一點機會 你還在這張 你還在這張玩笑話嗎 有啊 真的有 這張 對不起 踢錯了對不對 再一次 有 你連這個都立不住 這位印度的得道高聲 他的手號叫做 小蘭佛 掌聲鼓勵 耶 像話嘛 真是 很有感覺耶 但這腳也該洗一下 這什麼味道 浪漢康在這裡脫鞋 這是太恐怖了 真是 剛剛有很多人 你應該講評一下 剛剛表演得怎麼樣 你覺得 你為什麼笑成那樣子 對啊 因為我不知道瑜伽是什麼 我不知道 要在做什麼 然後我一直在這個exercise 這樣 運動 運動 對 運動 差不多你要不要再出來試試看 好 真的 很容易耶 你給我看看 那麼累了 你玩開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很難喔 好厲害喔 而且還穿鞋 這就不容易 好厲害喔 怎麼這麼難啊 好厲害 對不對 輸了嗎 輸了嗎 我告訴你 可以 妳真的太厲害了 爆炸了… 他沒辦法 重點太大 妳是在氣笑 大餅 我跟妳講 當場給那男看一下 單批天空 那叫朝天凳 什麼叫朝天凳 單批天空 朝天凳 注意 你看喔 這比是臭胖的 我告訴你 太棒了 怎麼樣 太厲害了 還有沒有別的招數 這個我不能做 我看只能到香港叫成龍過來了 他已經笑到破音了 兩位表現得都非常棒 再次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開錄 八省的三淑宮 在美宮 因為八卦我們都不懂得在畫 對啦 上個月在香港的街頭 看到吳宗憲大哥 講…怎麼樣 跟一個 好啦 可以了 我跟妳講 講… 跟一個新絲貓身材的女孩子在一起 新絲貓身材 就是金色狗 是不是外國人就不知道 沒有 我喜歡溜貓啦 我喜歡溜貓 真的嗎 真的 講八卦最忌諱就亂掰 沒有 我相信這是真的 真的 好 妳知道我們汤汤大餅之外 今天來了兩位超級辣妹 第一位介紹我們的王欣平小姐 謝謝 好 欣平這個 應該是最近馬上要發新唱片了 對不對 年底吧 今天要不要現場唱兩句 我們聽聽看 來一下 好久沒唱 好久沒唱 好 那就下次了 好 不是啦 因為他們人家歌星來 我們總是要順應時事 給人家打哪歌 其實我們今天來還是有目的的 就是介紹我的小師妹 帶師妹來的 那趕快介紹一下 長得好可愛 叫做師 黃沛珍 那什麼時候 要罵我們家長僵務 真的 嚇太多人 由經典民族改編而成的 爆笑反良處 果然難度不同凡響 有的台詞更高達200多個字 尤其是祝媽 更是本質的靈魂人物 兩生我以朱莉葉後來結婚夫妻 她來幹嘛 朱莉葉 祝媽 我可不可以換一個 妳要來 妳想換 好 妳想換 那我們還是來賓總是這個給妳拿 來賓 來賓給人家換一下好不好 這我 這我 好 妳想換妳自己換好了 妳自己換 沒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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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恭喜了 又再次祝媽了 好 我們現在馬上就開始拿稿子 或者是演兩三國 來 加油… 趕快背稿子 背稿子… 背稿子… 好難備 太正點了 演了一輩子的戲 從來沒有演過這麼好的角色 梁山柏跟我的基本造型實在太像了 我演的是祝英台的爸爸 你知道抽到這個角色能道明 因為有210幾個字 但是我老婆是王興平耶 而且有210幾個字 我老婆是王興平 我快進一轉分裂了 人家說這個上天是公平的 所以我就抽中了馬文長 我以為我應該演梁山柏 達拉摩斯立家 升級富士大學 要用那個米南語演這一出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沒跟你講嗎 要用米南語演嗎 亂講 經過非常短暫的備食時間 炮笑版梁柱就要正式登場了 北上念書的祝英台 不顧家人的反對 認識了同班同學梁山柏 並決定要與他長相廝守 沒想到卻引來家人的 一陣強烈反對 一陣一場愛情的大悲劇 眼看就要展開了 爸 媽 我回來了 你還有臉回來 看我不打死你才怪 不要打 不要打 你這個死壓力 當初說你要上台北去念書 念那個什麼 畜牧觀察 養殖發展 微生物細胞多媒體戲 我也湊了一筆錢讓你去 結果 你書沒念好就算了 還要跟什麼梁山柏結婚 你分明就是要把我氣死 有沒有 我沒有做錯事 我只喜歡他而已 你還敢頂嘴 鷹台啊 鷹台啊 你是去台北念了什麼聖賢書 教你來忤逆我們兩父母 你啊 我看 教你來 教你來忤逆我們兩父母 什麼 不行 這樣畫不動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可不可以自備 你有自備是不是 有啊 有啊 難怪 難怪你不被指開 你早就準備了 好可愛的眉筆 來 準備了 不要 眼睛閉才會 不要 你要畫哪裡 眼睛先閉才默 你要畫哪裡 畫一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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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畫哪裡 畫一點眉毛 我還畫 你們兩個好巧 不能動 不是 讓我趕快畫 我都忘了 對 有 彩妝 彩妝 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一季最流行的彩妝 那個王伯伯 王雨 王大哥 我不敢畫了 你們給人家畫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5 4 3 2 妳的死啊 欸 你這個 你這個什麼女兒啊 到台北市讀什麼聖賢書啊 叫你來忤逆父母啊 你要知道 身體法夫受之父母 這婚姻大事 本來就由我們父母做主 不可親言而戏 不管啊 反正呢 我們兩個父母已經決定了 等你下個月一畢業 我們就把你許配給這個隔壁 SPA 隔壁 隔壁 隔壁到底住什麼人啊 八省的三叔公的 來 請坐 來 來 來 最近我們的生意 都是送您照顧一下 對啊 來 白的哪看得出來 黑的好 你還是選我黑的 你畫三根就好 王大哥 王大哥 現在在幫你女兒化妝的是無中心 五 四 三 二 Action 隔壁 已經把你許配給隔壁 八省的三叔公 八省的三叔公啊 妳講這個八省我們就不用再畫 對啊 上個月在香港的街頭 看到吳宗憲大哥 講 怎樣 可以 好 來 可以的 今天是嗎 我們兩個講 跟一個金絲貓身材的女朋友在一樣 金絲貓身材 就是 金色頭髮 是不是外國人就不知道 因為有可能染頭髮 我愛國我喜歡六媽 我喜歡六媽 真的嗎 真的 不是 我不敢 那時候我不敢去跟他打招呼 因為我就是怕說 講八卦最忌諱就亂掰 沒有 我相信這是真的 你真的嗎 你真的嗎 我已經講了那個八卦爛歌 不敢講 不可能的 來 換一筆 一筆 一筆 真的一筆而已 我們不會延長 你不能亂跑 一筆 你有記得那個金絲貓的臉嗎 好 玉女終究敵不過主持群的 辣手吹花 請看王鮮平毀龍前和毀龍後 天啊 人是同一個人嗎 我們已經把你許配給 隔壁王大媽三層的八卒公 在美國 達拉摩斯利家森提庫斯大學 念法律的侄子馬文台了 厲害… 你是說那個 從小就愛流鼻涕的鼻涕鬼嗎 你小廢話 反正我們已經決定好了 下個月你就乖乖給我回來結婚 不准再跟那個什麼梁山坡見面了 老爸 把你女兒帶進去 我順是梁家的鬼 死是梁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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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應該我要出來 對 來…到中間了 坐著也可以 坐下也可以 好 來 這是新人啊 我們總是要特別優待一下 這立罩這樣可以嗎 可以 不太強了嗎 可以把它合起來喔 我們畫一筆就好了 一筆就一筆勾銷啦 也不會說太嚴重了 這個不關王大哥的事 畫石頭 來… 真恐怖 你知道演藝圈是很黑暗的 是不是 這件事情你現在可以確定 五 四 三 那我要用台詞 蛤 妳還不記得啊 他跟妳在人的臉上簽康康啊 好過分喔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等一下喔 如果他錯的話好不好 好… 把那個 你們那個家譜全部抄進來 五 四 三 二 我身是梁家的人 死是梁家的鬼 何況一女不是二夫 我已經與他私定終身了 為什麼還要兩個老公呢 你還敢頂嘴 等一下 伯父伯母 伯父伯母 我在講話 來… 大家… 等一下… 大家講話公平 我在醞釀啊 剛剛我也是在醞釀啊 那音樂的 這個專櫃小姐比較使用一點 不行啦 不行啦 我一定要畫一筆 換一筆 換一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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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們那都音樂的 有點神經病 下個禮拜都會 是這樣的 我也在醞釀 不管 你一定要換一筆 一筆就好 王大哥打電話 叫你聽 好 王大哥 是… 沒有你女兒在這裡 我們很照顧她 不是 沒有 你看她這樣 你還要畫一筆 是 換一筆就好 不行 演完不能賴皮 什麼 你彈那個皮 不對嘛 你問她 兩個選擇要不要 好 一個廢話 一個 承認1700萬的房子的事 好 我花了1700萬 在東話南路附近 買了一棟房子 送給一個女生 好不好 當然可以嗎 承認 這只有一掛而已 你因為怕被畫 就承認 好 剛剛那個是是假的 因為已經畫完了 好不好 這樣輪到我了嗎 注意 我父伯母 我 我 我有口疾喔 你不知道 這是什麼 五 四 三 沒問題 為什麼這個東西倒數計時 九九 九八 九七 九六 我的宣塊寫完了啦 陳孝軒的宣塊寫完了 陳孝軒 看我去哪一邊臉面 畫到哪一邊倒霉 我怎麼感覺好像被狗大騙在臉上 不是 我知道我官小如鬥 學士淺薄 有沒有賢賀的家境和財富 但是 在握紙人之後 我一定可以闖出一片天 我一定可以闖出一片天 等一下喔 我在醞釀喔 好不好 這個戲是要醞釀 我一定可以闖出一片天 三片 我一定可以闖出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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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英台 你們就成全我們吧 哈哈 一定畫成這樣就不要再鼓掌了 對啊 你都想乾淨一點 好 你們這兩個年少無知 誰在提醒 迂腐又自大的年輕人 滿腦子不切實際 風花雪月 你們以為靠你們兩個叫能改變全世界嗎 老闆 把你女兒帶進去 我的小美人啊 你怎麼了 文采你來啦 你看 你來啦 快進來坐 我帶了五款鑽戒 還有珍珠 我還沒講完 進來坐吧 進來坐 還沒講完 不要動我喔 我是王羽的兒子 對 對啦 跟上次的五月天一樣好了 墨鏡 就放了個墨鏡吧 墨鏡好了 那我放了一下 你好 一紅一綠好了 可以矯正色毛 對 爸 你有看到了吧 他們怎麼對我 他還有藍色睫毛好美喔 不是 這新人不是在塗啊 他都用筆在戳我們的體驗 然後他不是像他在紅綠燈 像多灰多燈的康康 這回竟然被化成了紅綠燈 還有人在他臉上寫上網吧 康康你真的太苦了 你來了 這進來坐進來坐 黑金台 還不趕快招呼文才 小奈奇 小奈奇加油了 我的小美人啊 你怎麼了 你看 看 我帶來了這個五種 五款 鑽戒還有珍珠項鏈 這一款呢 還是 還是義大利名設計師 阿羅說 慢慢來 請坐 慢慢來 請坐… 如果兩般人的話都會狗急的 來 請坐 再來我看只有烙篩 啊 對 啊 眉毛啊 綠的好了 好…我覺得 自己現在越來越有創作的片段 又是眉毛 你是不是可以打敗葉小差了 真的 你看 中間啊 畫一個這種圖片 它就是相當女的吉祥物 叫阿姆說… 什麼 喔 王先生啊 欸 現在還有誰沒畫到 差不多 Action 欸 你看這一款 是由義大利名設計師 阿姆說羅 阿薩 亞斯 凱薩凡蒂斯 凱薩凡蒂斯 所設計的 價值三百八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二 來吧 讓我為您戴上吧 你 她是誰 她是我未婚夫 梁山博是耶 梁山博 有 你憑什麼娶她 我 我沒錢沒事 但是 我有一顆最愛櫻台的心 而且我還幫她寫了一首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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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山博 沒有 沒事 因為她被承受太長 千山綠水繞眼前 無親相伴景南拳 今生相依來生序言 我只願與你飛過千萬年 飛過千萬年 只願與你飛過千萬年 我看我們就成全他們吧 想當年 我們不也是這樣苦過來了嗎 好吧 看他們兩個彼此相愛 未免什麼好反對的了 千山綠水繞眼前 再來 至於文財 就算我們家對不起這個紅綠燈了 愛 直叫人生死相取 我就成全你們兩個爸 好 謝謝 厲害 你看 所以看他們的演出就知道 其實這輩子還真辛苦 不錯啦 這是我們玉女第一次讓我們看到 而且我第一次在台上 我是長得最帥的 是...不容易啊 只有你是沒錯 也是突然的良品 好 再次熱情掌聲給我們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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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小姐 你就不要再哭了嘛 你干嘛呢 你不懂 你不懂啊 对 但是 可是 生命这么脆弱 对 我了解 我了解 可是 希望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这也不能全怪你啊 是不是这样 要怪 要怪就要怪他 都是酒精害了他 对 没错 可是希望他在天之灵 能够得到救赎嘛 要不是装这么多酒 怎么会压得这么扁呢 你又是 你够了你 你干嘛 你神经病啊 拿个酒杯来压蟑螂 你看 每个酒杯都给你搞了很多蟑螂 我这生意怎么做下去啊 對啊 连我这一杯也是 这一杯也是 這都还没关系喔 连我的酒你也拿来这里压一堆 你把我的瓶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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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啊 问你什么事 我们夫妻吵架 你管我们 你又不准再用酒杯来压蟑螂 你生意怎么做下去啊 对不起… 正式主意 不想跟我看 无所谓博士 你真怪怪的 得了这个失眠的怪病 在我这个诊所里面看 我这个Doctor Wu心理医生 已经今年第三年了 唯一一个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的病人 真奇怪的 研究了老半天 我再思维一下 他这个可能是心理因素 最底层里面 产生了大的病变 我怀疑 你是不是因为想减肥怕胖 所以睡不着失眠 不是 不是 怕男朋友跑掉 所以失眠 不是 男朋友演舞台剧 压力很大 所以失眠 不是 难道 是怕 怕被熊追 吹失眠 怪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为什么失眠 因为 我一直在担心 担心什么 你这讲出来 我怕我自己会睡不着 怕自己睡不着 睡失眠 那是什么坏病 怕自己睡不着 所以失眠 只有一首歌能救你 注意听啊 明天我叫大队人马 一起送你上菜 再见 一起